8月7日,王立坤被报以秘密成婚,老公却因涉案被抓,女方正处理离婚事宜,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 同时,疑似男方母亲与媒体通话录音曝光,信息量巨大,巨传,男方姓詹,詹姆在通话中提及王立坤,并透露位子辩护因经济拮据而受诉。 王立坤亦曾寻求法律协助,但主要用于离婚事宜。 回溯至2019年,王立坤被传一男子低调领证,双方同车现身,装扮休闲。 王立坤随后否认婚事,但合照流出,二人亲密无见。 2023年初,风云在起,詹某涉嫌巨额诈骗被捕,金额超10亿,随位直接点名,王立坤却迅速成为舆论焦点。 爆料称詹某婚前为博家人欢心,豪致千万赠礼,实则王立坤闺蜜紧急澄清,仅称所有财务均为王立坤自购,并晒出房产证明,立正王立坤清白。 目前,王立坤本人对此保持沉默赞美回忆,事件真相扑朔迷离,对此,你怎么看呢?